爱花莲食物银行8月10号要正式事办 市长为家贤特别前往现场关心准备的情形 包括了物资摆设还有申请流程作业等等 市长表示说疫情期间发现很多家庭因为收入锐减 包括生活经济都陷入困境 施工所因此把闲置的办公空间再利用 也透过食物银行希望可以帮助有需求的家庭 让弱势的民众不挨饿 一个一个铁柜上摆设了各式各样食用的米粮食品 还有生活物资 这些都是来自企业、社团和公庙捐赠的爱心物品 华莲施工所集结各界的爱心 再添购了一些食用物资 利用闲置的办公场域打造了一处食物银行 提供给有急或需要的市民朋友钱来领用 疫情期间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家庭因为收入的关系 生活经济陷入了一些困境 那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食物银行在市区的 精华区内来成立起来 那过去这也是一个底办公厅 那也过去我们也盖好底办公厅之后 整个活动中心都迁移过去 那我们也在旧的底办公厅内成立一个食物银行 那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帮助一些弱势 就是需要食物或者是马上有一些食品上需求的朋友们 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东西没有说真的像超级市场这么多 但是绝对是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来做相关的一个 即时性的一个吃的部分绝对没有问题 那未来我们也会规划更多的一个爱新单位来做相关的链接 资源整合 那我们这次要谢谢非常多的好朋友来捐助相关的一个食品跟物品 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把里面的内容再次的扩充 爱花莲食物银行8月10号就要开始示范 一个星期有三个开放的时间 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到现场填写申请表 承办人员审核之后会给予物资的协助 食物银行提供的物资包括了泡面 白米 奶粉 清洁用品 沐浴用品 调味料 棉被 罐头等数十项 施工所人员会固定盘点补货 也欢迎企业社团和善心人士可以热情来捐助民生物品 以提供更多食用的物资 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来登记领用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